中国人怕鬼,西洋人也怕鬼 当然东洋人也怕鬼哦 现在就是鬼月哦 龙历的七月初一是大家俗称的鬼门开的日子 所以会有很多好兄弟出来跟大家打招呼吗 接下来或许会发生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事件呢 总之先由我来花几分钟解释鬼月的由来吧 鬼月的由来是从佛陀弟子穆连尊者的故事而来 穆连想念过世的母亲 用了神通查看母亲死后的生活 而因她母亲生前浪费且拥有贪念 她母亲死后堕落在恶鬼道 一直承受着吃不饱的苦行 于是穆连就费尽千辛万苦赶往地狱 用她的神力化为食物 以拨成饭给母亲冲击 但是穆连的母亲不改贪念 见到食物就生怕被其他恶鬼抢食 因此就受到佛陀惩罚 当穆连母亲的贪念一起 饭到苦中就立刻变成火炭 使得她不得下咽 穆连看到母亲受苦受难 虽然她有神通 却救不了母亲感到十分痛苦 恳求佛陀告诉她解救母亲的方法 佛陀说 你的母亲生前罪孽太深重了 不是你一人之力可以化解 必须要赖食方僧众 在七月十五日被百味无果共同祭祀 才能解救 于是穆连就举行法会 诵经诗时 终于解救母亲的灵魂 从此以后佛教徒们都会在这天 举行功德法会 为孤魂恶鬼超度亡魂 这便是台湾在鬼越 普渡拜好兄弟的由来 事实上现在普渡好兄弟 就是从穆连就母 这样一个具有教效的 正面教育故事开始的 台湾的历史特殊 在移民的过程中 死于海难兵灾 犯害瘟疫的不可生数 而一般民众又害怕无人祭拜的 孤魂恶鬼会危害人命 所以对于普渡特别重视 才会在今日每到农历七月 都有大规模的祭祀活动 七月一日开鬼门 七月三十日才关鬼门 这段时间 孤魂野鬼都争先恐后来 人间逍遥 找好吃好喝的 七月十五日更是鬼门大开日 大家俗称中元节 是最大型祭祀活动发生的时间点 而回到阳间的鬼魂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家可归 人们因为想避免鬼魂骚扰 一般都会在门口准备丰盛的菜肴 并点上一炷香 提醒好兄弟们都可以来食用哦 最后还会焚烧纸钱 给好兄弟们一点点零用钱呢 这就是为何在农历七月份 在台湾总是有些特殊禁忌的原因 那么大家知道有哪些禁忌吗 那我就说说我听来的鬼月十大禁忌吧 一千万不要半夜晒衣服 因为衣服亮起时形状与人形类似 容易招来好兄弟们上身 也有一说是好兄弟应间待太久 说尽凄凉苦楚 但人间会想穿衣取暖呢 二不要靠着墙壁走 听传闻莫叭鬼就是喜欢沿着冰凉的墙壁走 所以鬼月期间一定要尽量避免靠墙走或是休息哦 三避免晚上出游细水 因为相较于白天 晚上遇见好兄弟的几率可是大大增加 夜晚也尽量不要靠近水边 以免被水龟找去游泳 四若被护冠拍肩绝对不要回头 习俗上称人有三把火 是用来保护一个人的精神元气 其中两把火便在双肩 因此在鬼月若听见有人在背后呼喊你 或是被轻拍肩膀 千万不要轻易回头 否则火灭了就被好兄弟带走咯 五 半夜雾吹口哨悄悄打打 传闻好兄弟们听见口哨悄悄打打的声音 会以为是有人的召唤他并敢来相见 所以保持安静才不会受到特别关切哦 六 避免看屋买房 许多人建议尽量少在鬼月看屋买卖房子 除了担心买到鬼屋之外 也认为有些不吉利 以及若是在入新居时引来鬼适用可就惨了 七 巨大木班车 小心鬼跟着回家 盛船因此以醉望的时间点是晚上11点至凌晨一点之间 刚好木班车都接近午夜时分 都在这时搭车返家 恐怕会和好兄弟一起坐车甚至一起回家 想起来就心惊惊啊 八 小心鬼抓交替 鬼门大开是孤魂野鬼上来人间撒野的时间 有传闻会有好兄弟们想转世投胎而找替死鬼 便是俗称的抓交替 鬼月尽量避免去一些奇怪或是荒凉的地方哦 九 减少去医院的次数 医院被认为是阴气最重的场所 不少老人家都会叮嘱 鬼月时尽量少探病进出医院 尤其人的身体精神状况不加时 更容易引来鬼哦 十 半夜不拍照 网友票选出最可怕的禁忌之一 便是鬼入境 原因是夜晚阴气最重 若是乱拍照 可能会容易拍到鬼怪灵魂 而且长进者也会因此招来厄运哦 大家知道有这么多要注意的事情吗 对于未知的事物保持敬意 多少放在心上 也不要过于迷信哦 这次这支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哦 谢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鬼月时晚上也尽量不要去太过荒凉的地方哦 注意安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